我們要問說高豪漫的出席 你看460塊 然後判刑 能不能看看那個台南光電 多少億的盆滿 鋪滿 民進黨現在到底查到哪裡 那身為台南應該最有感吧 我想 不要說假的啦 幾百塊 幾千塊 不然假如真的是 起心動力你是要貪污 就是貪一塊錢也是貪 可是司法有一致性嗎 判決有公平性嗎 所有辦藍不辦綠 然後綠的被辦以後 你就是輕輕滿滿 你弄了幾千萬幾千萬 最後都是緩刑 你看看多少判例是這樣 那判到藍的白的 400塊500塊 給你死 打白人的都很殺 如果他們自己的都很殺 這種親疏有別 難怪 司法的公信力 毀於一旦 那在民間對於這個司法的信任度 是逐年的下降 我想有良心的司法官太多了 可是有一些 在民為執政者的兵權 打手 這是人民的悲哀 當然大家也質疑 包含這個公衛委員 他好像年初的時候 就寫下這個千字文控訴 說他當時有檢察官 在理直氣壯的當面跟他講說 是上面指示 一定要來起訴高宏安 一定要起訴你們這些助理 那這樣子的檢察官可以這樣子 擺明地表示就是高層指示在辦案 那是不是等於說等於 證明了所謂的司法權 已經成了所謂這個 執政者追殺正理的工具嗎 可以這樣子 如此粗暴的來濫選來辦嗎 當然不可以 有些檢察官員會這樣 你是證人 你去咬 你去咬別人 把他咬出來就好 因為上面叫我非辦不可 你還是趕快咬吧 這樣就很不應該 而且他有12分鐘的空白 這很奇怪 照理講你這個訓問都要有錄影的 怎麼可以有空白呢 那空白的時間到底做了些什麼 檢察官跟當事人們說一些不妥當的話等等 我想這都是 你現在史無對證了 但是總事實上要覺得 司法不被信任的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主席稍微講一下就是有媒體報載說 楊文科一審被請訴 可是我們怎麼沒有黨紀處分 那這部分都不說 我們完全是根據我們黨的規章 從109年9月修訂 也就是四年前修訂的規章來辦理 全部都是一致的標準 那109年以前的規章 我就不予討論了 那第二我要特別強調 楊縣長並沒有 他不是犯的是貪污罪 他是土利 土利這個將來還是有在行政裁糧跟土利當中 由法院將來來裁決 他並不是今天說是收賄的貪污罪 他是土利 那土利會不會成立 我相信法院最後一定會還他清白 那另外有關於助理費的部分 我相信民進黨不要想要來惡意攻擊國民黨 今天不管是民進黨不管是國民黨 不管在地方議會在立法院都碰到很多助理費的問題 那助理會的問題真的也是朝野應該坐下來 好好的同心慎重的來討論到底要怎麼樣去規範助理費 因為助理費的連判決的結果都差異非常大 有的是用詐欺有的是用死工人員登載不死 又有的使用的是貪污之罪條例 因為畢竟他本來就是助理費的白樣種 那不管是民進黨不管國民黨 不管民眾黨不管哪一黨五黨旗的這些地方的議會 或者是中央的立法委員都碰到非常多的問題 這是應該好好的來徹底解決的問題 民進黨想要用這個來攻擊我們 自己回頭看一看你有多少議員 多少立法委員碰到助理費的問題 所以不像他們說的黨際處分是越來越重點 完全是根據109年9月重新修訂的規程來辦理 針對那個高虹案的案子啊 然後辦出來就哇好多人關於分通 包含了這個鄭民切還有這個盧慧山之類的 那您自己怎麼樣看來 是不是只要辦事順暢的話 您就能夠互相過來 我覺得高虹案這件事情啊 當然就是論事啊 那他是不是應該被司法追究 這個是一件事情 那但是最重要的是 在這次整個的官司裡面 我們就看到很多的政治斧鑿的痕跡 那尤其啊這個就是在公訴 以及這個在偵辦高虹案這件案子的這個檢察官 竟然在高虹案宣判的當日啊 他就升官 那我覺得這也實在是太不避嫌了嘛 而且呢陸陸續續啊 包含偵辦高虹案的現在的法務部部長 他也是之前呢 是在台北地檢署來偵辦高虹案 那他也就高升當部長 那包括他的這個法官審判長啊 也一樣從地方法院啊高升到這個高等法院 我覺得這一連串難道是巧合嗎 還是因為這些不管是這個檢察總檢察長也好 或者是檢察官法官 因為能夠配合來辦高虹案所以呢他們幾乎就在辦完高虹案之後就一起來升官 這個大概也是過去在司法案件非常非常罕見的案例 所以這裡面到底有沒有政治干預啊 是不是這個高虹案件變成這個司法的中難途徑 我想社會大眾自有一個判斷 那怎麼看就是高虹案這一次被判了七年四個月 你會不會認為說這有點不符合比例原則 因為包含說像是您過去也是跟他也同事嗎 那會不會覺得說那虹案現在也是直接退黨 會不會覺得有點可惜 我想首先我還是尊重司法的判決啦 那虹案跟我在立法院是同事 其實聽到看到這樣的判決 其實我是覺得蠻心疼的 因為我覺得他跟我都是從素人然後到立法院來 我想有時候就是沿襲一些立法院的一些前輩的做事方式 也許我們不知不覺大家都覺得習以為常 所以如果他知道說因為這樣這麼小小的一個金額 就會被判這麼重的罪 我相信我個人認為他沒有這樣的犯意啦 但所以呢其實我要講的是說 尤其是像我們這樣的新興的政黨 那以後要從事公職的人員 可能都這些課程都應該要先 要先有排這些課來上課 要讓大家有這樣的一個認知 2026主席你有想到要由誰來推派選這個新竹嗎 我不要這樣講 我們一定要讓高安爭取證明他的清白嘛 這個我還是相信他沒有犯意啦 這大家都清楚啦 但是其實這樣啦 這叫潘多拉的盒子 那立法院那個助理會跟薪資 那個達成率超過96% 我印象中是97 這表示說那個就是大家都把這個助理會全都幾乎領滿了嘛 領好領滿 大家也知道說裡面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啦 比較正面的態度應該是 好吧事情發生了 應該去回去檢討 目前立法院這些制度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改的 不然 老實講從現在開始 任何一個立委的助理 他只能哪一天跟你偷偷copy一些帳目 隔一兩年兩年就去外面檢舉 那等於現在每一個立委人人自為 這個還是 以其這樣不如把它制度化正常化